9月17号 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 8月当月 中国实际使用外资841.3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18.7% 连续第5个月实现单月吸收外资金额增长 这充分说明中国经济韧性强 潜力大 对外资的吸引力只增不减 在当前 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仍处于严重低迷的形势下 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实现逆势增长 成绩来之不易 同时也充分说明 中国经济韧性强 潜力大 对外资的吸引力只增不减 下一步 我们将继续致力于打造市场化 法制化 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持续改善对外资企业和外国投资者的服务 不断扩大市场开放水平 让全球投资者都能够分享中国发展机遇 实现互利共赢 此外 在谈及9月9号启动的 2020全国消费促进月相关活动时 高峰表示 该活动得到全国各种趋势的 179个重点城市 10万余家企业积极参与 200多万家实体门店和线上商户的积极响应 截至9月16号 各地已开展了消费促进活动 1400多场 多家大型电商平台将在中秋节和国庆节期间 推出节庆消费券 中秋美食节等促销活动 部分通信运营商将大规模的发放5G消费券 多家电商购物和支付平台计划推出百亿消费券和消费补贴 中国银联联合地方政府发放10亿元消费券 还有很多电商企业开展消费扶贫助农 推介老字号产品等促销活动 一些重点外卖平台积极宣传推广小份菜 或开展食物零浪费行动 部分网约车平台提供个性化的出行优惠 多家电商企业还将提供补贴 鼓励绿色智能产品已旧换新等等 高峰表示 中秋国庆假期期间 各地主要参与企业还将开展1300多场 上下游产供销内外贸企业广泛参与的促销费活动 包括外贸出口转内销 老字号国潮 农产品扶贫消费等等 让广大消费者切实享受到优惠 文字幕扶贤